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恩進 一號戒備訊號是現正生效的 在衛星雲圖上我們見到 這個有清晰風眼的雲帶 就是超強颱風蘇拉 預計蘇拉將會在今明兩日 橫過南海東北部 而向廣東東部沿岸 逐漸靠近珠江口一帶 本港風力今天稍後將會增強 天文台將會在下午3點至5點 改發3號強風訊號 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 蘇拉將會在明日至到星期六 相當接近珠江口一帶 本港天氣將會轉壞 有狂風大驟雨 蘇拉亦都會為沿岸低瓦地區 帶來風暴潮 天文台將會視乎蘇拉的強度 和珠江口的距離 以及本地的風力變化 明天考慮改發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本港今早的天氣仍然是不錯的 日出之後我們繼續見到不少的陽光 溫度方面7點鐘的時候 大部分地區的氣溫都在27-28度左右 我們預測今天的天氣將會是 部分時間有陽光 局部地區有驟雨 日間天氣炎熱和乾燥 市區的最高氣溫大概為32度 身價會再高一兩度 風方面會是吹和緩至清淨的偏北風 高地位間中吹強風 稍後風勢會逐漸增強 由於海面有湧浪 各位謹記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 我們亦都預測今天的最高紙外線指數會是11 強度屬於極高 身處在室外的話 記得要做足防曬的措施 另一方面 現在在西北太平洋 亦都有另一個熱帶氣旋 叫做海葵 預計海葵將會在甘明兩日 移向琉球群島的一帶 身處當地的朋友 亦都要留意天氣變化 總括來說 我們預計香港來講 未來一兩日的天氣將會轉壞 風勢頗大 有狂風大罩雨 海面亦都會有巨浪和湧浪 去到下個禮拜初的時候 受到廣闊低壓槽的影響 仍然都有趙雨 各位記得要留意天氣的最新情況 天氣和大家看到這裏 再見